路面挖出一個大洞 湍急的水流當中 挖起整根樹木 若不清除 整條水溝 水就會一直往路面噴 就是那個塞住 水溝裡面有樹枝 一些樹枝都流進去 而且整個把它疏通 會阻塞 等雨停 不是辦法 工程員乾脆冒著大雨搶修 更何況前一天 就在陽津公路 與中心路交叉口 一帶發生的土石流 路面遲遲 無法清空 休旅車陷入泥道 動彈不得 而坐在車上的 還是正在勘災的 當地里長 我先派警車 就是我們派所所長的車子 我說趕快跑 趕快跑 他油門去夾 他跑了 結果我來不及 我要開我車門的時候 泥流已經到我的腳邊了 好在沒有反覆 但回想起當時 還是心有餘悸 里長當了12年 遇到這種狀況 還是頭一回 自在性的大雨 在陽津山上亮出不少災情 除了土石流之外 在陽津公路 靠近馬潮橋這一帶 馬路直接列成兩半 甚至還有部分路面凹陷 這是很好的路吧 下雨天 刮台風一樣不大 那我就不知道 以前都沒有裂開 垃圾封鎖線 熱心民眾主動協助指揮交通 整條通往金山的路 從這就過不去 機上去統計 24小時內 陽津山雨量驚人 特別是在晴天罡 840毫米的降雨量 另外西山里竹子湖 分別累積了368 288毫米雨量 三日加總 更突破1600 讓兩路搶通 又封閉的路段 想通也通不了 TVBS系統最動詢 月封閉 會不會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